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為大家繼續講有關癌症 雖然大家都不想聽這個話題 怕了它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不了解它 了解了我們就可以減出心中很多的不必要陰影 以及容易去面對 我曾經講過有幾種女性的癌 也有肺癌等等 講過這個癌症究竟是不是遺傳的呢 今天大家最要了解的就是 朋友有癌症、家人有癌症 我們會不會被它傳染到呢 今天的話題就是 癌症究竟會不會傳染 根據美國癌症醫學會 簡稱ACS的資料 它說癌症本身是不會傳染的 因為癌細胞是沒有辦法從一個病人身上 去到另一個健康的人體上的 但是有些癌症確實是與細菌或者病毒有關 經過長期的持續感染 是可以增加患癌風險 國外的研究就說 全世界約有15-20%的癌症 是由病毒、細菌或者寄生蟲感染有關的 儘管感染是會增加患癌症的風險 但不是一定感染了一定會有癌症的 而且癌症是由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的 例如舉例 感染幽門螺旋菌會損害胃黏膜層 長期感染就增加磊患癌風險 但你自己本身的飲食習慣 食煙和其他因素也會影響這個風險 預防當然是勝於治療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就說 三成至五成的癌症發生是可以避免的 煙、酒、肥胖、不健康飲食 或者你完全不運動 致癌性病毒感染 都是導致癌症發生的危險成因 其實直到現在為止 只有很罕有的狀況下 發現感染這個情況 曾經有一名19歲的化驗室工作人員 他被那些有結腸癌細胞的注射器刺 他手上就長了腫瘤 有一位外科醫生在手術工作時間 意外割傷之後 就從患者身上感染了癌症 從母親身體轉移到胎兒身上 這個案例也有 或者癌細胞經過器官移植 由一個人身上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案例也曾經有 而每一個案例之中 癌細胞不能存活很久 所有現在已經知道能夠避開過免疫系統 在個體之間轉移的癌症也是在其他動物身上發現的 但是在一個器官轉移方面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為什麼呢? 如果一個人患癌去世 他不知道自己有癌症的情況下 將器官捐贈出來 是移植到其他患者身上 癌細胞也會被移植過去 正常人有免疫力 如果有小部分 來自移體的癌細胞 很快就會被免疫系統消滅 但是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人 他需要長期服用抗排斥的免疫抑制的藥 癌細胞就可能在這個新的個體之中繁殖 這樣就會導致癌症的傳染了 你說癌症是很少有機會傳染 為什麼一個家庭裡面有這麼多人可以一起患癌 那不是傳染嗎?其實不是 是有三個因素 導致一個家庭有幾個人患癌症的 好像我自己家庭就是了 我五兄弟姊妹其中哥哥和弟弟都是肝癌 我姐姐就是子宮頸癌的 我自己也是肝癌的患者 現在是經過器官移植生存的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因為遺傳下來的 但是是感染回來 先說遺傳的因素 詳細一點可以看看 癌症是否遺傳 我會放一個網址在下面 但是現時我會跟大家再提 癌症是不會傳染 但是有可能是遺傳 目前知道與遺傳有關的癌 是有兩類 一類是遺傳性的癌症 它是佔所有癌症的比例很少 不到1% 這類的病多數是少數的家族之中 是因為遺傳了某特定的異常基因而致癌的 另一類是有些癌症是有家族聚集的現象 即是家族成員裡有多人患一種或多種癌症 這些就是所謂的家族性癌病 這類的病是佔全部的癌病 只有5-10% 第二個理由是因為不好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因為家庭裡的人當然是住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飲食習慣都差不多會相似 例如喜歡吃鞭咽的食物 喜歡吃口味比較重 吃鹹一點 喜歡吃紅肉這些 又不喜歡吃蔬菜 喜歡喝酒吃煙 或者喝很熱的茶 這些不好的飲食習慣 都是跟癌症有密切關係的 特別我們中國人喜歡吃鹹魚 而鹹魚是被列為1級的致癌物 肯定會導致癌症 而胃癌、食肚癌、結腸癌、肝癌 這些消化系統的癌症 和飲食的關係是最為密切 所以為了預防癌症 一定有健康良好的飲食習慣 清淡一點 低鹽、低糖、低油 不要吃那麼多加工的肉類 吃多些新鮮蔬果 這些不抽煙、不喝酒 這個就可以改善很多的情況了 最後的理由就是致癌細菌或者病毒的感染 簡單來說很多癌症是因為這些細菌或者病毒感染而引起 好像幽門萊酸菌會導致胃癌有關 月形肝炎和炳肝也會引起肝癌 HPV的病毒就會與宮頸癌、口腔癌、肝門癌有關 EB的病毒就與鼻煙癌 雖然這些癌症是不會傳染 但是這些細菌和病毒是會互相傳染的 所以在這方面大家要更加了解清楚 因為範圍很大 我會在另一個蝙蝠那裡 跟大家再清楚說致癌細菌和病毒感染的情況 到時你留意再收聽吧 多謝你們的收聽